第二組 新希望 Mr. Gilla & Mr. Gorge 大家好 我們是第二組 新希望 我是山陶芝 大家好 我是高天賜 第二組 新希望 第一投資人 很開心可以這麼近距離跟大家聊天 在過往的四年 我的工作在立法會裏面 非常之辛苦 為何辛苦呢 因為剛剛大家都看到 很多組別都上來 很多理念 人呢 是要有夢想 夢想是要實現的 怎樣實現呢 就要靠大家給一個希望 所以新希望的宗旨就是 很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工作 過往的四年 是每一天 我們都是務求解決人民日常的問題 我有兩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呢 就是很希望 不久將來 立法會二十九個席位呢 都可以 因為你們心裡的決定 決定的二十九個議員 都是直選的議員 第二個願望 第二個願望呢就是 因為大家都看到 很多組別都上來 大家每一天打開報紙呢 打開今天的報紙呢 都會看到 看到一部分 看不到全部的 是看到一部分 小部分的問題 小部分的報道 我們很希望 我的夢想 第二個夢想 第二個夢想 很希望 我們的公立的電視台 可以直播 每一次我們開的 立法會的大會 我們應該要求 立法會 公開給所有澳門市民 究竟裡面發生的事 另外 另外 我們也要求 透明度高 究竟小組裡面 立法會 正在談些什麼 你們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媒介是不會報道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想你們知道 這麼多東西 我們要求 立法會裡面的小組 一有有會介 一有有電視台 電視台 是我們公帑的錢的 應該報道 一元一元 報道之後 好了 我們的電視台在前面 但是你們看得很少的 他們全部都是剪輯的 給你看 那些保皇黨的人 說的話 他們才會說 不適合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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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合聽的理念 他們不會報道 所以呢 一個議員 只是做一件很簡單的事 已經是可以的了 解決日常人民的問題 就已經是做足立法會的職責 立法會議員 最重要的是 監察政府 解決人民的問題 這個最重要的 所以呢 大家知道 高天市 我們的議員 在這四年之內 接見了 一萬五千個市民 每日他接見的市民 解決的問題 是關於每日面對的問題 例如 有些基層的人 等那個京屋 你們知不知道等了幾多年 等了十幾年 才沒有 大家知道回歸之後 一間京屋和一間井屋都沒有起過 所以 就是再等再等 我昨天剛才接見一個個案 一個老公婆婆 八十幾歲 排到五千幾個號碼 我想問你 他等到幾時 等到他過世 都沒有一個間屋 你們覺得對不對 好 我們 我們是需要邁向前 十年過了去 這十年浪費了 民主倒退 無論行政長官的選舉的犯法 都沒有改善 立法會的選舉 直選的議員 只有十二個 但是人民是渴望 增加立法會的選舉 但是偏偏不會改 另外 高官文責制 是必須要落勝的 當日 我問行政長官吹之將 你幾時承諾 幾時會改 他說會改 高官文責制 提案你立法會 我們很希望 一人做事 一人當 一人負責任 沒有理由 高官做錯事 下面要什麼 試問 我們的公務員員在外面 為什麼他要承擔 高層的 承擔責任 這件事是不公平的 最後損失的 就是老百姓 我們要經屋 寫屋 我們需要的醫療 我們需要一個 新的公立的醫院 我們的醫療非常之浪費 澳門是一個壟斷的城市 什麼都是壟斷的 電是壟斷的 水是壟斷的 電信是壟斷 食物是壟斷的 豬肉都是壟斷的 澳門一口豬 一千三百六十元 珠海六百元 香港九百元 市民 為什麼我們要吃廣貴的豬 為什麼我們要吃廣貴的蔬菜 同時大家都知道澳門女士實際上是比其次的 如果你有四十多歲 就像我那樣 如果找工就叫我們阿嬸 所以就是找工就難 生息又難 同時如果我們是壞人 壞人就找工更加困難 所以我們希望盡快做監督政府 可以關注這個事情 不能夠不能夠 有其次那方面的 婦女和男士在澳門 要一平等的 是不是 大家說 講到老公打工仔 講到打工仔 就失目 好慘 打工仔 無論有沒有理由都可以解僱 你覺得公平嗎 有錢就浪費 為什麼沒有理由都可以解僱 為什麼僱主可以要求十四個至十六個小時工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老公法不公明 女士 為什麼那些女士有其次呢 為什麼那些女士如果是公務員有九十日的產假 我在立法會要求政府不應該女士有五十六日 我是唯一一個議員在立法會裏面說 女士如果是公司只有五十六 但是打政府工是九十 這些是其次違反基本法的 為什麼這個政府不需要債人 剝削工人的權益 到時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小企業 主顧人士 自己就是做生意 自己煮雲親煮 請問的太太或者她的子女一起做 不過政府不要照顧他們 他們不能夠納入社保的 好得到高知市議員做了書面則中 就有個回應 我們希望進入了立法會的時候 可以監督政府盡快公佈這個法律 是不是 外勞政策是失敗 外勞政策是失敗 為什麼呢 今時今日 我們仍然用兩個批示行風連的 舊的 八十年代的 來監管我們的外勞 黑工法 外勞侵犯我們澳門的就業 所以這麼多這麼多 不在業的大學生都找不到工作 我手上每一天都帶著二十個履歷 找不到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官司說我們需要有經驗 你不給經驗呢 你不給機會 他怎麼會有經驗呢 所以呢 外勞呢 我們縮衝政府 盡快盡快拿個心來解決外勞 打擊黑工 否則呢 澳門人 澳門人呢 沒有好人之過 我們很希望呢 政府盡快呢 去興建國工立議員 在坦濟 大家都知道這段時間呢 就是 那十年之內呢 為什麼建不了呢 沒有了地嘛 那些地呢 就被那些財團 建那些賭場嘛 所以說等下去等下去 都沒有那個工立議員 我們的政綱 第二組新希望的政綱 很希望呢 就盡快建國工立議員 大家都知道呢 我們接見很多個案呢 還在排旗呢 看到生地議員 有沒有床位給他們 我們親自陪一個長者 是上生地議員的 叫他回家 因為為什麼呢 不夠 不夠床位 他家裡呢 就有個太太呢 就是楚倫儀 他自己呢 剛剛才呢 開業手術 不過沒有位 沒有位床位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呢 就不能夠發生在澳門的 我們的稅務收入這麼好 為什麼為什麼 我們廣大的市民 還要排那個 急診那裡排七個小時 我陪那個長者去看醫生 排七個小時的 保障年輕人 都可以 第四個月 經營裡